總統府前國慶大會倒數一週 前總統馬英九卻拋出震撼彈 在臉書沉痛宣布 拒絕出席今年的國慶大會 而就是因為不滿 中華民國國慶制的英國人 被改名從中華民國國慶 竟然變成了台灣National Day 馬英九痛罵 這是偷渡台獨 更是在傷害中華民國 蔡英文政府把中華民國國慶 改成了台灣國慶日 這是違反中華民國憲法 也危害台灣人民安全 馬前總統決定 今年要拒絕出席 蔡英文政府辦的 所謂的台灣國慶日 總統府兩側都還能看到 中華民國國慶標語 但一旁的國發會和台銀 英文標語詮釋台灣國慶 而國號為什麼被改 後遺怒嗆台獨金孫 賴清德和總統蔡英文 大家問問賴清德 你有人當中華民國的憲法嗎 你有人當中華民國嗎 你有要跟我們中華民國 永安 聽你中華民國立場 來替他實現嗎 你要想看看 他是國外三位為人 會不會引來更多更多的兩岸的衝突 我們要好好想一想 根據最新媒體民調顯示 有49%的民眾不滿蔡英文 處理兩岸關係的方式 也有將近85%的民眾 正規兩岸需要溝通 更認為台獨恐怕就是兩岸嘴大變數 而藍軍就痛批 民進黨碰到選舉年 不管台獨是不是會帶來戰火 竟然在國慶時還要測試對岸底線 台獨是會影響兩岸關係 甚至會帶來台海的風險 連美國也不支持台獨 台獨對兩岸還有區域安全起勢會帶來的威脅 中華民國選出了總統領中華民國公堂 但國慶日卻要站在台灣國慶的標語下講話 恐怕是國家最大諷刺 記得希望陸續光好 SNG小組台北報導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